前行政院长游锡坤在上午9点半的时候到岸了 我们来听听看检察官吴文忠的最新谈话 实在大家也知道 我跟朱兄在整个特征组里面的办案的重要性在哪里 因为你们记者朋友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变成也是一个 可能是街道杀人吊武林山的一个看法 当时你听我讲 当时我们师兄弟本来就是有正反两面的意见 那我们没有理由破坏 这个大家说他一心向火的那种东西 那个好事 那后来他竟然躲出来的话 只会让我们另外一些师兄弟说 他就是来利用我们 而且当时他照相的时候 为什么后面还有一二十个师兄弟在我后面 他把下面切掉了 他为什么会做出那么奇怪的事情 为什么不把事实上还原 因为假如说后面还有很多师兄弟在切水果凤茶 都在旁边一起聊天 那当然是谈一个很正当大家追到师父的事情 怎么会在那种场所谈一个什么 什么 什么 暗情啊什么 怎么可能嘛 对不对 以他总统的高度 还有我们特征主警察官 我们也是 讲来听我们也是身心百战的 不可能做出这件事情嘛 所以我让那个照片出来 我真的会觉得很浪漫 就这样看 您说您的意思是 这道杀人的部分很 可不可以具体的说 您觉得指的是哪一位 不是啊 因为这个是对我们来讲 我们是有心为善嘛 就是说你来了 总统高度来了 这么好的道场 你真的来忏悔 你好好来学 真的很好啊 但是他竟然 我们在那边不是很久 对我来讲 我坐在那边五分钟到十分钟 我坐立不安 我刚快想跑啊 因为那个 我就觉得说不太对啊 但是是他们要说 这个我事先 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 总统会来那一天 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 他突然来 然后说那你礼貌性的 跟他点一下头吧 那我们就去 一去坐下来就被人家照相 但是呢他照相没关系 因为后面在我的背后 有二三十个师兄的 他们大家在一起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纯粹 很正式的一个 来纪念师父的那个嘛 那我们很珍惜 我们的师父是一个 德哥望重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事物 那道场也非常亲近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是很珍惜这一份那个的 那我根本没有想到说 他要把这东西拿出来抖出来 那这个不是一个 发情打的事件吗 简直的那个时候 我们整个的密交案 跟国务交费都已经在办了 你那时候没想到要避嫌吗 不是 你先听我讲 这个事情哦 就是说那个时候 七月多的时候 八月十三号 国际期间那还没有出来 第二个 就是说国务交费 当时他起诉以后 事实上当时 他也用绝对机密嘛 他说是绝对机密 把这个案子已经 已经摆在那边了 当时大家的看法就是说 当时那时候情景 就是陈律仁那东西 弄好的东西 把它起诉就好了嘛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认看法 对不对 所以既然陈律仁去查好了 假如说稍微再过一下水 再查一查 起诉 这东西跟那个没有关系 而且呢 他是来这个道场上 就是说他来这个道场 从大家全部来做的 就是说追尸这个师父嘛 那不是我约他 他约我啊 没有啊 我们完全不知道啊 所以这是一个 很怎么讲 在一个宗教团体上 极有例子 在宗教团体上 有杀人犯 有真是美墓或什么东西 大家一起像 像那个上帝也好 像佛补扫来礼近 礼办 这东西没有lens的最诱感嘛 对不对 是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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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